我还有买了什么便宜又值得的食物呢 记得看下去 嗨,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Miss Yuki 今天我要继续跟你们分享 我在EcoShop里买的东西 这一次我在EcoShop里买了新的食物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我在EcoShop里买了什么新的食物 就一定要看完我这一个video哦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 我想告诉你 我会写英语或者华语字在我的标题还有Thumbnail 但是如果我是拍马来文的视频 我会写把它是马来语 这两个字在我的Thumbnail还有我的标题 希望这样可以帮助你们分辨到我的华语视频 还有我的马来视频 好,现在我们开始我们的EcoShop 我第一个买的食物就是这个巧克力了 这个巧克力的牌子是Alessio 我选择买的巧克力是牛奶巧克力 这个巧克力是有50个gram 这个巧克力还有用一个很美丽的盒子装住的 看起来还蛮高贵的 这个巧克力是马来西亚出产的 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个Alessio的牌子 所以我买一盒回来试一下 我平常吃别一个牌子的巧克力 是需要五块多六块多这样一排 但是这个只是需要两令吉十仙罢了 所以我觉得很值得 我只是买一盒来尝试一下 继续的我买了这个花生 这个花生的牌子是叫 Crip Star 这是咖哩还有芝麻的花生来的 我喜欢吃有辣辣的花生 所以我在ecoshop里看到有卖这样辣辣的花生 我就买这个一包来尝试一下 因为这个也是我还没有吃过的牌子 这个花生有170个gram 拿起来还蛮重的 我平常吃的辣椒花生 它平常是没有这么重 而且我平常买的那个牌子是3块多的 但是这个牌子两令吉十仙罢了 我觉得很值得 又觉得好像还蛮多一下 所以我就买一包来尝试一下 这个包装上的那个花生的照片好像真的很好吃 如果以后吃了之后觉得好吃的话 我会买很多包回来吃 必须的我买了这个 半石榴的零食来吃 这个半石榴的牌子是Garsua 我也是第一次尝试半石榴的零食 我已经开来吃了 还蛮OK的 这里它写它是高纤维还有 维他命C的 就是它是比较高纤维 还有维他命C的 所以我就买一包来尝试一下来吃了 这个也是马来西亚的产品来 这个饭石榴有25个gram 第四个我买的就是糖果了 Simply Chewy的牌子 也是我新尝试 这个糖果有120个gram 我已经开了这个糖果来尝试 里面是这样的 有独立包装的美丽 它里面是青色的 这个糖果是可以拿来咬的那一种糖果 这个是青苹果的口味 还蛮好吃的 继续的我也是买了糖果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糖果 这个糖果会在你的口中 慢慢的这样爆炸 在你的口中 真的很好玩哦 这个糖果总共有20个gram 我以前小哥的时候 有买过这样的糖果来吃 所以这一次我在Eco Shop里 你看到有卖这样的糖果 我就买了一包来尝试一下啦 这个糖果的牌子叫CRACK UPS 我也已经开了这个糖果啦 这个糖果的里面是像这样 有独立包装的 总共有四种口味 第一个口味就是 酸粉红柠檬的口味 它是用黄色的包装 第二个口味就是Cherry口味 它是用蓝色的包装 第三个口味就是 棉花糖的口味 它是用紫色的包装 最后一个口味就是 西瓜的口味 它是用青色的包装 总共大概有二十个包装 每一个包装有一个gram 弟弟妹妹一定很喜欢这样的糖果 因为真的很好玩 很特别 可以买一包回去 给它们试一下吃 两令吉十千巴了 不会贵 这个就是我买的第六个食物啦 这个就是Toffer的一只一只的饼干 这个Toffer的饼干我买的口味是第一个 这个紫色的就是巧克力口味 第二个这个蓝色的就是 巧克力和牛奶的口味 第三个青色的 就是巧克力和 Hazelnut花生的口味 这个Toffer的饼 两杯只是需要两令吉十千 其实我买了四杯的 其实我已经吃了一杯 这样等于一杯只是需要 一令吉五千罢了 还蛮ok的它的价钱 这个Toffer的饼干 里面有巧克力的 可以拿它的饼来点在那个巧克力上 所以这样的饼干真的很好玩又好吃 小哥的弟弟妹妹也一定很喜欢这样吃 这个每一杯有40个gram 这一杯青色的包装也很可爱 有一个小松鼠在那边 这一次我去Eco Shop 我也是有买了这个蜜蜜的Crawl Pop 这个蜜蜜的Crawl Pop 我上一次去Eco Shop也是有买 因为这个蜜蜜牌子的Crawl Pop 我是从小就是一直都有吃的 我很喜欢吃这个Crawl Pop 所以我就这一次又再买了这个Crawl Pop了 我还开了这一个Crawl Pop来吃了一半 你看 这个蜜蜜的Crawl Pop总共有11个小包装 我已经吃了6个了 这个是虾的口味的Crawl Pop来的 真的还蛮好吃的 如果你们喜欢也可以去Eco Shop里买 买这样的小包装就是比较适合给小弟弟小妹妹吃 这样一人一包他们就不会打架了 11个小包装也是需要2令吉10C罢了哦 也还蛮便宜的 然后我就买了这个虾饼啦 这个虾饼的牌子是叫Udang Mask 这个也是我的新尝试 我还没有吃过这个牌子 这个虾饼2块10C有两包 但是我吃了一包 都还不错啦这个虾饼 这个虾饼一包有40克 所以每一包只是需要1令吉5C罢了 也是还蛮便宜的 现在很难找到1令吉5C这样的价钱的Crawl Pop 所以我就很喜欢在Eco Shop里买Crawl Pop啦 然后我还有买了这个Crawl Pop 这个Crawl Pop更加便宜 这个Crawl Pop有两包大包的 还给我一包小包的在上面 也是2令吉10C罢了 这个更加值得买 这个Crawl Pop的牌子是Smax 这个是在Eco Shop新的牌子来的 所以我也是决定了买一包 回来尝试一下 好不好吃 如果好吃以后可以买更加多 这个Crawl Pop我选择的口味 是BBQC的口味 这个Crawl Pop也是比较好 因为它是用一个纸袋来包 全部Crawl Pop在一起 刚才那个Uda Master 是用胶纸来粘住两包一起 这个Crawl Pop的包装 上面也有写 1令吉1包大包装 背这里有2包大包的 就是等于2令吉 它还有给了1包小包装的在上面 它是算10C罢了 但是现在在外面哪里有卖10C的小包装 平常都是卖最少30C 所以这个在Eco Shop里卖2令吉10C罢了 所以是真的很便宜又值得 所以如果你们喜欢 也是可以去Eco Shop里找 看有没有卖 这样可以节省你们的钱更加多 这个Crawl Pop每一个大包装有50克 这个Crawl Pop的包装上面也是有画 它的Crawl Pop是像Twistee这样一只一只的 这个Crawl Pop后面也有写 它是妈咪出产的Crawl Pop来的 希望这个新的Crawl Pop会很好吃 继续的我在Eco Shop还是买了Crawl Pop 我买了这个Cheese Spa牌子的Crawl Pop 这个Cheese Spa牌子的Crawl Pop是薯片来的 这个薯片一罐里有110克 我觉得这个薯片真的很便宜 因为平常其他的牌子 这样一罐一罐的薯片需要3块多最便宜 但是你在Eco Shop买 2块10C就可以买到了 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值得 也可以省了很多钱 因为我真的觉得它真的很便宜 所以我不单止买了一罐 我还有买第二罐 第三罐 还不止 还有第四罐 所以总共我买了4罐这么多 这个Crawl Pop 在4罐Crawl Pop里我最喜欢吃的口味 就是第一个 就是这一个 这个就是Hot and Spicy的 就是辣椒口味的Crawl Pop 它的罐子是黑色的 我喜欢吃的第二个口味 就是这个BBQ的口味 它的罐子是巧克力色的 cheese的口味 就是我喜欢的第三个口味 这个是用黄色的罐子的 最后一个口味 就是Original的口味 就是用红色的罐子装住的 我真的觉得这个薯片 真的很值得买 又便宜 又可以节省我们的钱 因为这么大罐 真的需要2令吉10C罢了 所以如果我开了之后吃了好吃的话 以后我也会时常在EcoShop里买 我在EcoShop买的第11样食物 就是这个快熟面 这个快熟面是印度蜜牌子的 这个是干捞面来的 我买的口味是原味 这个快熟面 2令吉10C 有3包 所以1包等于70C 上一次我去EcoShop 买快熟面也是2令吉10C 有3包 这个印度蜜牌子的快熟面 是我很喜欢吃的快熟面来的 我也很时常买这个牌子来吃 所以我也在EcoShop里买了一包回来 这个快熟面真的很好吃 我也很推荐你们买这个 这个印度蜜的快熟面来吃 继续的我也是买了快熟面 这个是在EcoShop里新的牌子的快熟面来的 这个快熟面的牌子是Easy的牌子 这个快熟面真的超级超级便宜的 因为2令吉10C可以买到5包 这样等于1包只是需要42C 真的比较便宜过别的地方卖 平常别的牌子的快熟面也是需要3块多 如果是有大减价 但是在EcoShop 每天也是可以用2令吉10C 就可以买到这个Easy牌子的快熟面5包 所以我觉得真的真的很值得买 就买了回来尝试一下 这个牌子我从来没有尝试过 这个红色的是Curry的口味 因为我觉得真的超级超级便宜的 所以我不单止买了 这一个我还有买了 这一个Asam Perdas的口味 不单止一包 我还有买多一包 所以总共2包这个Asam Perdas的口味 因为我比较喜欢吃Asam Perdas的口味 所以我选择了买2包Asam Perdas的口味 总共这个Easy牌子的快熟面 我买了3包1包Curry的口味 还有2包Asam Perdas的口味 总共3包这么多 可以吃还蛮久的了 以后我尝试了Asam Perdas的口味 如果是好吃的话 我会在EcoShop里买很多Asam Perdas的口味 再回来吃 因为我觉得在EcoShop里买这个Easy牌子的快熟面 真的真的太便宜了 真的节省了我很多钱 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去EcoShop里买我这一些食物来吃 尝试尝试新的口味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在这里了 我在EcoShop里还有买了很多东西想和你们分享 如果你想知道我在EcoShop里买了什么 便宜又好用的东西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会收到通知 当我发出新的视频的时候 也记得按赞 还有分享这个video给你的朋友看 让他们也知道在EcoShop里可以买到 什么便宜又好用的东西 在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